这就是你那大姐 她是我女朋友 她都快成你妈了 这位先生 我想问一下 哪一对婚姻 自古以来从情到里 以年龄为界限的 我们这个年龄啊 再说 这讲究实际 我再说一句不公的话 只许你们男人82岁的 找28岁的女孩 就不许我50岁老太太 找30岁的小伙子 那有几个呀 我就犯了天条了 那人家都是出了名的 人家是有了有钱的 感情是以频繁而论的吗 你见过相差22年的万年恋吗 这个来自北京的小伙 名叫生子 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 喜欢上了 年仅53岁的马大姐 这对相差22岁的爱情 被男方父母极力反对 今天小伙求助到节目组 想问问嘉宾老师 怎么看待这段感情 如果是你或者你身边的人 碰上这样的爱情 你们会支持吗 你们会和一个年龄 能做你妈妈的女人 谈婚论嫁吗 大家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 加关注支持一下 祝您心想事成美梦成真 接着我们一起看看 在父亲极力劝阻的情况下 他们能否跨越世俗的 眼光走在一起 故事先从两人上台开始解释 这位是您的女朋友 这位是您的男朋友 真爱大姐 非常非常的真 照顾她后半辈子 我愿意 以后你还有自己的孩子吗 一直都没想过这事 不想这事什么意思 就是不想要孩子 以前 男生大声的说到 面前53岁的大妈 是她的女朋友 马大姐也羞涩的说到 这是她的男朋友 看主持人赵川 无脸遮住眼睛 就知道这种爱情 有多么的世俗 接着赵川问到 男生之前谈过恋爱吗 一般这种跨越年龄的爱情 都是之前经历过创伤 果然如此 小伙表示道 之前谈的同龄女孩子 物质上要求都特别的高 这个物质社会无毒有味 有多少男生都是 被无情的社会所压的喘不过气 跟这些女孩逛街 都是各种买买买 或者消费一些比较贵的东西 但是在马姐面前 两人都是去公园逛街的 基本不需要过高费用 这或许就是 男生心里的一股暖流吧 接着赵川主持人问她 两人的认识 也是一种神奇的缘分 喜欢运动爬山的马大姐 在途中扭伤了脚 走不了路还和同伴走散了 这时小伙就像骑着五彩云下 奔赴而来看见受伤的马大姐 为了不影响其他人 直接背起马大姐找了一处地方 学过医学推拿的小伙 给马大姐脚裹出柔了起来 就是这一个 两人为彼此留下的 怦然心动的心结 两人加了联系方式 往年恋的爱情故事 从此刻开始发芽了 在两年的相处了解中 小伙认定马姐就是 她这辈子要照顾的人 因为马姐有一个女儿 还比小伙小一岁 在国外流血 非常支持马大姐与小伙在一起 只是不知道以后 该叫爸爸还是叫哥哥 这种跨越年龄的爱情 真的能长久吗 看得出来马姐是一个空巢老人 内心的孤独 只有她一个人能懂 就在这时候 小伙出现了 在她的生命里 给本该平淡孤独的她 涌入了挥之不去的一缕清风 马姐似乎找回了 当年的春风荡漾 她在心里告诉自己 不可以就这么擦肩而过 两人很甜蜜地相处了一段时间 但是好景不长 正月初六 是她生日 完了是做了一桌菜 给我打电话 让我去 完了当时我把手机放在桌上 临时出了门 她打过电话 也是我母亲接的 我母亲接了一个电话以后 特别的特别的气氛 小伙家里知道的 找了一个跟父母年龄 一样大的大妈做女朋友 全家老少 包括七大姑八大姨 都是极力坚决反对他们在一块 拉着生子 做了一天的正直歌 换做是你们的儿子 要是娶一个53岁的大妈做老婆 你们心里是会同意还是反对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接着看看马大姐怎么看 说实话可以看得出来 马大姐迈出这一步 是需要多大的勇气 面对不仅仅家庭的反对 还有世俗的眼光 也为那是一种杀人于无形的 一种社会现象 但是即便如此马大姐 还是坚强地向前看 因为马大姐明知道 这样做可能晚节不保 但是还是做出了 令人匪夷所思的决定 感觉不对了 我说难道说我这个 要晚节不保了 我毕竟也是这个年代的 也有点保守 我说我这个不是红杏的 老甘之眉可不能往墙头上爬 我一定要坚守我这片净土 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因为马大姐也彻底沦陷 冒着被所有人 只是点点的风险 也要继续下去 当时的想法被男生热情所打动 当他知道小伙家里反对情况后 他也会再一次动摇 但是心里又放不下撂不开的情 接下来的小伙父亲上台 来了 来我们有请 您好 这是生子的继父是吧 继父 看得出来父亲 差不多和马大姐年龄相反 说话的口气动作都是 这个年龄该有的谱 老父亲一上台就说个不停 说到小伙妈妈本来也要来的 但是因为这件事被气到住院了 足以看出小伙的做法 已经让原本安静的家庭 现在变得鸡犬不宁了 老爸上台给你面前 这位女同志说出的话 惊掉了全场人的下满 这就是你那大姐 反正我女朋友 他都快成你妈了 这位先生 我想问一下 哪一对婚姻 自古以来从情到理 以年龄为界限的 我们这个年龄啊 再说 这下就实际 我再说一句不公的话 只许你们男人82岁的 找28岁的女孩 就不许我50岁老太太 俗话说 真正的感情 不能一贫富而论 但是世俗的眼光 真的也很重要 面对亲朋好友的 另眼相待 还有指指点点 真的能够如此 胆定从容的 过完这一生了 大爷大妈 一来一往的争吵起来 一个是说 什么都不同意他们交往 马大姐也是铿锵有力的 维护着自己最后的底线 一位小伙 也是家里唯一的男孩 没有让老爸老妈 抱上孙子 老两口肯定不干 俗话说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难道小伙 要和53岁的大妈生孩子吗 明显这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小伙 坚持自己 说他们以后 可以不需要生孩子 有哪一位老父亲 愿意自己的孩子 这样做呢 接下来 大爷的几句话 也是人之常情 咱嘉宾也 要太多热事 你们谁干呢 谁也受不了 忽然计辩 这老邻居 这怎么说呀 我今天明确的表态 我就要做 站在夕阳下的 你要差个三岁五岁 这咱们都可以说 两人要真的结婚了 以后要怎么称婚呢 我想这难题 不是谁都能答出来的 大爷给儿子说的 是不是被这个 狐狸精迷上了 话不好听确实 也是人之常情 可以理解 赵川主持人 看双方争持不下 最后问到老父亲的决定 您的 您和他母亲的意见 就是父母的意见 是坚决反对 如果他们就是 自己坚定的往前走 怎么办 那啊 那就有他就没我 有我没他了 那明白你的意见和态度 那可不不 行谢谢你 这不能商量商量吗 没商量 面对老父亲的坚决反对 有他没我有我没的 甚至要断绝父子关系了 家里的态度 已经非常明确 马大姐心里会漂浮不定吗 他还能坚持下去吗 没有得到家人祝福的婚姻 真的能幸福吗 赵川把这个难题 抛给了嘉宾老师 首先出山的是 曲伟老师 去 你们两个人的 这种恋爱的状态 是当今社会上 属于极少数的一部分的 这个务必要认可的 其实爱情呢 是个体主义的体验 与为观者无关 那咱们就往将来看 你们要做好什么准备呢 你们会面临着 所有的来自于家里的 来自于朋友的 各种关系 对于你们的眼光里头 那种异样的成分 曲伟老师也指出 两人要是在一起 不仅仅面对家庭反对的压力 还要有长期面对 世俗眼光的准备 这不是简单的事 一定要慎之诱甚 如果两人坚决在一起 曲伟老师是胡祝福的 也为这样的爱恋 值得保护 接下来是心理专家 于继静老师的点评 作为一个心理医生 其实接触这样的案例 还真不少 我们从心理学角度 也做了一些统计 发现一些规律 这种忘年恋 成功力极低 对于你们俩 我首先 于继静老师看出来 小孩年少时 心中的创伤 只有了解清楚后 两人才能再谈未来 因为忘年恋成功的案例 非常的少 要想成功 他要有先决条件 接下来小伙说出 童年的阴影 因为我小时候 童年非常的不幸福 竟敢打一打 谁打你 父亲 他那时候打起来 人非常凶 这种创伤 我想说在身上 划了一下 留一个口子 可能几年以后会好 这是留在心里边的 你怎样看待这个事情 我觉得以后 我如果有孩子 我不会让他发生这种事 但是 原来如此从小被父亲暴打 在心里留下了 难以磨灭的心理创伤 这也是导致小伙 极端心理的原因之一 于继静老师还说道 这是必须经历的事情 因为年龄的原因 一个53岁的一个 正直壮年31岁 到几十年后 马大姐 肯定要先一步离开 这是不争的事实 到那时候 小伙又应该怎么办呢 前提几时要提前 做好这些必要的准备 接下来是 图雷老师的见解 都有勇气 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 来承认爱情 追逐爱情 和坚守爱情 图雷老师一上来 就是全场激动时刻 在图雷老师 眼里年龄 在爱情面前 不知一体 别人认为 不屑一顾的事情 就要从爱情 这个三个要素当中来说 图雷老师说的聚集在里 面对世俗的社会 是世俗的人们 马大姐不应该 与男方家人去争吵 下面还给马大姐 举了一个例子 小伙与马大姐 要是在一起的话 马大姐是主导者 要包容小伙 还有她的家人 可能因为小伙 不成熟 不安定的因素造成的 此时此刻的爱情观 人生观 都是不健康 和任性导致的 当小伙有一天看待 或者改变了 此时的心境 马大姐应该 及时学会放手 只有这样两人 才能彼此幸福的 生活下去 图雷老师最后还是 祝福他们能够走在一起 那马大姐 能否坚强面对 阻拦质疑的杀手 飞温来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黄金六十万 马大姐有点退却之意了 她觉得别人 会认为 她是老牛吃嫩草 但是小伙 赶紧上前去安慰她 给她擦眼泪的瞬间 让台下单身的小妹妹 都羡慕不已 接下来赵川 让观众朋友投票 屏幕前的 你会怎么投票呢 全场有65%的人 支持他们的爱情 那马大姐也没有做好 迎接暴风雨的准备呢 5 4 3 2 1 再赌一把吧 最后的结局让人匪夷所思 马大姐决定再赌上一把 虽然不确定 他们能够走多远 连图雷老师 都为他们的爱情所折服了 我们也送上 我们最真挚的祝福吧 祝愿他们能够 超越世俗的眼光 一路幸福开心的走下去 虽然心里有点不敢相信 但可能这就是 爱情最美的样子 屏幕前的 你看到这一幕 适合感想 可以在弹幕评论区留言讨论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被这个故事触动了 请转发给你身边的人